就是就像我記得這個問題 就是說中風病的 他們因為他們慢性病 所以他們前半年都必須去排床 他們現在的狀況是說 因為每家醫院都只能住一陣子 那他們在快要結束這個住的期間之後 中間他們就得住到一半就去排 而且他們的問題是說 他們沒辦法一下就排到 比如說這家醫院住完之後 他去另外一家醫院 他必須是排隊 而且他不知道找哪個醫師排 可能這家醫師有ABC三個醫師 可是他們常常就是 掛花掛很久之後進去問了 發現這醫師沒有在排 對 所以並沒有一個透明的系統 可以讓他們知道這樣充分的資訊 那或者說某些醫院到底剩多少床 所以比如說這家醫院 他床已經滿了 可能也沒辦法去排 或是排的時間是比較延後的 我覺得這個如果資訊夠透明的話 民眾可以不用到處這樣去排床 所以現在就是每一個醫師 如果願意加入這個系統 他自己要提供相關的資料 還是他的院所就已經有資料 應該這樣說 就我知道的 他們的院所並沒有 透明的媒合平台 就是說沒有說比如說像 一般就是East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就是 像一般的 他們並沒有就是透明的平台 比如說我在掛號處可以問到說 你們醫院還有多少 所以掛號處不會給他這個資訊 對對對 所以他們並沒有這樣的資訊 他們必須掛號到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手上在分配 讓他會知道說他剩下多少床 所以他排庫還能到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資訊都在醫生 跟他的護理師腦裡 對對對 所以說他根本 等於是要 碰運氣才知道這件事 那現在除了您之外 有幾位醫師願意加一個 像這樣新的計劃嗎 應該說這不是一個計劃 就是說 全台灣 大部分醫院裡面 應該說 有在收住中風病人的 他們手上都會有這樣就是 病床是可以給中風病人吃 我知道 那 他們 我覺得應該 應該是每個人都會願意 分享那個資訊 就是說 不用讓病人說 是很多病人才知道 他需要多久才能到床 所以您其實比較樂觀 覺得說 一旦有這樣的系統 那大概看到你的資訊 可以幫忙Key上去 因為這樣聽起來要醫生自己Key啊 當然 應該這樣說啦 就是醫生提供資訊 反正他們的醫院 可能會有 另外的醫師人員協助他們 因為他們醫生通常 沒有那麼多時間 願意去學這個東西 對啊 這等於一個新的系統 對 那我們覺得可以 可能 因為我們醫院為例啦 我們醫院 我們醫院 可能可以私自去協調我們 醫師組 醫師組 另外一組人 去幫忙通俗這個部分 然後由這個醫師組去上報 回報說 我們醫院有多少這樣的系統 所以你們醫院目前對外網頁 也還沒有這樣的系統 因為我覺得是應該說 沒有人看到這樣的事 並等這樣的需求 所以還沒有出往這個方向去討論 所以 因為您是主任 所以 應該 你自己有自己的開發的團隊嗎 還是你要等你的醫師組 跟廠商才能開發得到 還是 可以完全不管他們 找你建議開發 用也是可以的 就是有些是一個政治問題 就是一個技術問題 嗯 大家就會看起來像是 複一台北分院 自己提供的一套系統 對 但是因為是台北分院 所以表示還有別的分院 對 那它會造成一個狀況 就是說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為什麼其他的沒有 還是說其他的分院其實沒有拯救科 所以也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很多醫院都有 像我們其他分院也有 其他分院也有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是說你這一套是 它的scope 我的意思是說你自己用當然是 最簡單的 但是整個就是 中國複一都使用 這是另外一餐嗎 對 那到所有的院所都用 另外一餐吧 那我現在問的只是說 以你的了解就是 讓中國複一對外的網頁 或者對外的介面上面 掛這樣子一套系統 這個他們是OK的嗎 這個有有談過嗎 還沒有談過 還沒有談過 對 因為這樣聽起來就是說 如果是要院所對院所 那當然每一個院所 他自己有自己對內管理系統 但是只要有一個院所 好像你的院所 願意對外提供這個新的服務 至少對於就是 各案來講 這個是等於醫院掛保證的 它跟掛保系統等等 是在同樣的位階上面 那如果現在是說 我們是這個針灸科 補醫師 自己提供這個系統 那這個就是 變成是等於你的個人網頁 它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是 對 那所以我具體建議 也是覺得說 就是在跟 還有什麼中科 草屯 台中 公園 對 談之前 說不定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就是去先跟你們自己 台北分院的 你剛剛說的 醫事組 然後以及資訊相關的部門 先去問問看說 現在是不是在那個網路 掛號系統上面 已經有一個空間 讓你可以多放整個系統進來 那這個系統 它可以獨立開發 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如果上面寫的那個網址 還是CMUH.CMU.EU.T.W 我覺得你的個案 會比較信任 這件事情 是 那當然 我回去 這部分我也在跟我們 歷史組協調 但是我覺得這是第一步 第一步 我們醫院有透明系統 但是 因為 一個病人 因為中共病人 他們會在不同醫院 當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希望 就是說 如果你的這套系統 是開放出來的 你也不受授權費 也不受專利費 那別的醫院 包含你們別的分院 或者別的醫院 也自己來使用 那這樣子 可以在設計這個系統的時候 就有一個類似Federation 類似一個聯盟的狀況 所以大家如果都願意用同樣的格式 提供這樣子的資訊的話 那民間的第三方 自己很容易寫出這樣的地圖 概念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畢竟不可能說 我們寫一支程式去 要求其他醫院安裝這支程式 這比較奇怪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套程式 而且你有一個格式 那其他的醫院自己開發 用這個格式公開就可以了 或者是他不想自己開發 那他直接用你的 但是還是在他們地上跑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他們才對於可能隱私 或者對於他的可控性等等 資安等等 每個醫院都有自己的要求 所以大家很難說 我是這個 台南醫院或其他醫院 我來用這個CMU.EDU.TT的網站 當我的註冊系統 這樣不可能 但是你如果把 額式提供出來 程式碼提供出來 那他們自己去用 那你自己在一個第三方的地方 弄一個地圖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可惜 對 所以就是先說服你的醫院 畫上去 真的不行就你自己畫 然後在你們的系統裡面 如果大家都有了 那你也可以測 你的分院之間的地圖 因為你的分院地體上是比較遠的 所以那個地圖 在你們的分院間 就已經可以看得到 那從那個時候 你把格式什麼公開 那再說服另外一個醫院來使用 像是確保說 資料明顯是沒有問題的 再這樣推就比較容易 所以我原建議是比較了解 就是因為你要先證明給你的個案看說 這個有省到他們的時間 那最簡單就是從你自己的拍板開始 是是 好 我的建議真的比較實用 是是是 所以這樣照這個步驟 對 我比較有機會 對 那如果要找人幫忙開發的話 像那個有一個叫做G0V 臨時政府的活動 那也許可以在那邊分享這個需求 然後 反正那個格式 我們現在一般都說 叫OpenAPI 那用這個方式開發的話 像韓國的那個口罩地圖 就是用OpenAPI 那這樣我們這邊 台南的江明中做的地圖 馬上就可以用來寫一些韓國的口罩 所以甚至未來跨國 不過當然現在跨國不容易 就是在不同的管轄領域 提供這種專政服務 說不定也是可以想像的 OK 好 這樣我清楚 我們回去再助手一下 沒有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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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